那最后的话加上一个ActiveSale Offset1.slash就好了 那我们刚刚一执行之后 实际上跑太快 那你会想说 这个还是有点抽象 假设说我今天希望一行行跑 建议你们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缩小 这边把它 就是移到下面之后 那第一个步骤 原则上还是一样 把它先清除掉 把它清除 清除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逐行来看好了 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边请你按那个F8 F8 它就一行跳到 那接下来的话 For X等于1到3 所以X现在是1 就会跳到1 第一个工作表 那本来它就在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它不会动 接下来的话 你游标放在A2 就放在这里 这个动作就是游标放A2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范围整个选取下来 Ctrl Shift 就是Ctrl Shift加End 选起来 有没有 再来换下一个 切换到下一个 第一季 刚刚有Copy 复制 这一行 复制 然后下一个 切换到这里 把它贴上 所以贴上你就记得嘛 ActiveShift Shift 点Path 就是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让游标怎么样呢 Ctrl加向下 跳到最下面 这边看起来不太明显 往这边看一下 然后这一行 Obset 按F8 你会发现它做什么动作呢 下一列 就跳到下一列 所以这个很好用啊 以后你要跳几列 几蓝 就可以自由的去调整 记得这个Obset Obset 那现在游标放在这里 接下来的话 它NAS就跳回去 对不对 跳回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现在在第一个工作表 现在要跳到第二个工作表 你会发现 第二个工作表 这样就跳过去了 接下来的话呢 再一样放在A2 再选取 再复制 复制之后再切过来 切过来之后怎么样呢 贴上 就贴上了 有没有 再回过来 然后在Obset 向下 然后呢 这怎么会跳到这么多 这可能等一下再检查一下 那NAS再跳回去 第三个 A 然后选取 复制 第三到这边 然后再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移到最下面 再跳到下一个 那如果结束的话呢 NAS就没有了 它就不会再贴了 所以实际上它是透过什么呢 这样切换 然后贴过去 这里的话 我想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这个部分没问题的同学 其实还可以再增加 上面你可以先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个第一季的 假如 因为我们要避免什么呢 第一季已经有东西 所以你要怎么样先判断呢 这里面已经有东西了 如果已经有东西的话 那做什么呢 把它删除掉 那怎么办呢 你第一步要先想一想 假设我游标放这边 如果它不是空的 有东西的话 就把这个范围 什么呢 Clean Contents 有没有 还有印象吗 如果说已经做完同学 可以试试看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